大家好,我是Reason,瑞森老哥 长久以来,人类一直有将动物当作老师的传统 并从他们身上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知识 比如跟蝙蝠先生学习声纳和雷达 在响尾蛇身边研究热追踪理论 请教鹦鹉罗潜水艇的做法 又从萤火虫的盐传身教中学会了人工冷光 除此之外,许多人类日常能使用到的工具 比如钩子、锯子、船桨等 都能从自然中找到相对应的仿生原型 这些在进化历程中已经被验证的优势特征 也为人类的发明活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 那么,说到这里,你是否想过一件事情 既然某种具有优势的生物特征 能被人类借鉴制成好用的工具 那能不能反推回去 某种动物的特征进化得像好用的人类工具也行呢 像是自行车、汽车、飞机这些快捷的交通工具 都离不开轮子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 要是世界上有某种动物进化出轮子般的双腿 不就可以像科幻小说中的木雷法一样 飞速逃离天敌的魔爪了吗 可奇怪的是 在地球上 我们几乎见不到任何一种生物 拥有轮子一样的身体特征 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大自然中 其实有很多能像轮子一样滚动的生物 比如老流浪汉风滚草 能在旱灾来时心随风洞四处漂泊 到有水的地方再生根发芽 金轮蜘蛛能拳起身体滚下沙丘 像电影《哈利波特》中的金色飞贼一样 飞速避开对手 皮皮虾被困在退潮的海滩上时 可以首尾相连 配合得当地溜回大海 但这样简单的滚动 与我们最初的构想相去甚远 一般而言 能控制方向并维持高速行进的轮子 才具有实用价值 而上述三种生物不能做到这些 甚至连像轮子那样滚动 对它们来说都像一种应激反应 人类的好工具 轮子就不配出现在动物身上吗 如果真要来个动物投票表决大会的话 那么大多数动物举起的牌子上会写着 真的不配 客观上看 人类的轮子只有在坚硬而平坦的地面上 才能发挥作用 可地球上平坦的地方少之又少 或许只有部分沙漠 大干旱厚的平原 干涸的岩湖 以及极圈附近的冰面 一旦到了森林山地地区 这类车轮动物恐怕很难生存 在沼泽与湖泊旁也难以生存 轮子会深陷进潮湿的泥土中动弹不得 无法翻越的高山上就更不用说了 看来呀 生物没有净化出轮子的原因 是因为环境不允许它们这么做 而更原始的腿却能灵活应对各种情况 如果硬要要求多数生物进化出轮子的形状 恐怕就得先让森林进化的既拥挤又空旷 到处遍布着柏油鹿一样平整的青苔才行 到那时候 不仅轮子生物能到处穿行 索尼克见了也得点赞 但现实的世界里 这种地方根本不会出现 我们只能矮子里拔将近 从沙漠 干涸 盐湖 冰面里寻找 但为什么连这样平坦的地方 也没法进化出轮子生物呢 或许你觉得还是限制太多 因为这种平均的地方 很难支持生物生存 那我们就再把格局打开 地面不行的话 广阔的天空与海洋也可以 轮子的概念也不扣得那么紧了 只要通过旋转驱动前进的 都可算作轮子 使用螺旋桨腿也可称为轮子生物 拥有与飞机与潜水艇相同能力的生物 难道不是新一代的海空霸主吗 但为什么鸟和鱼没有进化出螺旋桨呢 这一类轮子生物又出现什么问题了呢 或许能量利用效率是一个大问题 由内燃机带动的螺旋桨推进器 能量转换率约为80% 一架飞机飞行时的能量转化效率 约为88% 相比之下 大型鱼类以及一些水生哺乳动物 如鲸鱼、海豚 它们依靠其和尾部推进的效率 在96%到98%之间 远远高于人类的交通工具 飞机和汽车的能量转化 也同样比不过翅膀与腿 物种进化的方向 是能使生物族群 能在更长的历史时期中 占据生存优势 如果螺旋桨鱼或者涡轮鸟 需要花更多的力气 才能到达与正常同类同样的距离 这就是一项很大的劣势 违背了生物进化规律 这么看的话 生物没有进化出轮子的原因 或许是因为不想吃力不讨好 如果谁都能成为 圆球状的大熊猫躺着不动 谁又想要自己跑呢 更何况轮子腿 比它们自己跑还吃力 既然我们已经谈到这儿了 那不妨向前一步 假定有一种顶级劣势动物 它处于食物链的最顶端 有着充足的食物资源 它完全不在乎能量转化的影响 那点浪费对它而言 只是摄入能量的冰山一角 我们所能考虑到的 一切外部的进化条件 都在极端有力地 使这种顶级劣食者 趋向于进化成轮子心态 在这种情况下 它能成功吗 难 无敌难 比抽中40万年开奖一次的 福采头奖还难 我们平常所说的 有实用价值的轮子结构 是指由轮子 车轴和轴承这三部分组成 缺少任何一项 都会导致整体失灵 与人类制作零部件 在统一组装起来不同的是 在生命进化中的轮子 车轴和轴承 每个都需要从各个身体组织里 缓慢演化过来 在这几千万 甚至上亿年的过程中 轮子结构所对应的 各个早期组织 应该承担什么功能呢 如果它们不承担任何作用的话 如此冗于 意义不明的身体结构 无法支撑大多数生物存活下去的 也就是咱们这个顶级掠食者 能够在这个阶段 不被大自然所淘汰 但就算它进化出最终的轮子器官 轮子和车轴之间 又该怎么连接呢 人类脖子仅能转动60到80度 被认为转动角度最大的 猫头鹰的脖子 也不过270度 轮子的转动却远超360度 如果这个顶级掠食动物 想要强行像轮子那样超过360度的旋转 恐怕轮子还没转起来 就已经因为脊柱断裂躺板板了 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 一方面 需要身体中的轮子 车轴和轴承器官达到稳定工作的话 就必须有血管 神经 肌肉 韧带骨骼等组织 来维持生理结构 另一方面 轮子生物的轮子 车轴 以及身体之间 又要超过360度转动 而且在结构上不能彼此相连 不能彼此相连的组织 显然不是血肉之身能办到的 倒像是某种赛博朋克电影中的 半机械生物 但如果动用额外材料改造身体的话 那也不能被称为轮子生物了 那我们换一个方式思考 或许得靠这个顶级掠食动物身上的 某种角质 头发 指甲 这些节地组织在脱落以后 自然而然的在身体中形成了轮子结构 但还是那句话 无论角质 头发 指甲中 没有神经与血管 无法由身体直接控制 瞧 咱们这还没谈到刹车片呢 动力系统到先熄火了 所以我们也由此得出结论 常见的生物因为环境适应性差 能量转换率低 生理结构限制这三大因素影响 无法进化出轮子 当然 瑞森只是说宏观上 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总是能让人们感到惊讶 看似只存在于想象中 有些荒诞不惊的轮子生物 竟然在微观世界中普遍存在 它们就是无处不在的细菌 为了获得丰富的营养物质 避免被追杀 细菌进化出了马达加螺旋桨驱动的身体结构 在今年的4月20日 来自浙江大学的朱永群 张鑫团队 上周在塞尔发表了一篇文章 给出了病原菌沙门市菌的 鞭毛马达的冷冻电竞成像 这个鞭毛马达 看起来像一个飞机发动机 可以利用矿膜离子浓度梯度时 让细菌的鞭毛像螺旋桨一样 飞速旋转 细菌鞭毛马达 是目前人们发现 自然界中最高效 最精密的分子引擎 也是最复杂的蛋白质机器之一 能够每秒钟旋转 300至2400圈 这也是多数细菌的运动能力惊人的原因 它们能在一秒钟就可以跑出自己身长60倍 甚至100倍的距离 如果把细菌放大到宏观世界 与猎豹进行一场公平对决的话 发令枪刚响起 细菌就已经出现在终点处 望着猎豹打哈欠了 看来 细菌正是我们所寻找的轮子生物 另外 ATP核酶也有与细菌鞭毛类似的螺旋桨推动装置 也可算作是生物进化出轮子的又一例证 经考古研究与史料记载 人类在约5500年前发明出了轮子 在200年前发明了螺旋桨 在某种程度上 轮子和螺旋桨的发明 的确是人类的创举 可是当我们越来越贴近自然 认真钻研它的微妙之处时 才突然发觉 原来我们曾经认为许许多多人类的创举 其实在神奇的大自然中早已经存在 下一步我们要创造什么 下一次又该寻找哪个呢 是否在未来的每个人工造物背后 也对应了一个未知的奇妙生灵 在自然的墙宝中 甜美的安睡呢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Reason 瑞森老哥 如果大家有自己的见解 或者觉得视频某方面有误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订阅按赞 我们下期再见吧